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异常行为 有报告称 个别不明人士在加拿大某社区将包皮的山羊头扔进住户窗内 且有汽车遭喷涂不雅辞汇 三 移民政策 加拿大政府宣布维持每年接收50万新移民的目标 以支持国家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 四 侵犯隐私 一名女性抱怨房东和房产经济未经允许进入她的公寓 这种侵犯私人空间的行为已发生数次 五 航空一律 一名乘客在飞往多伦多的美国航空航班中 分享了出口被安全带遮挡的照片和视频 引起公众对飞行安全的关注 中国新闻 一 气象预警 中国气象局发布寒潮预警 全国大部分地区预计迎来强降温和大风 东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极端天气现象 二 学校休息问题 教育部关注课间活动受限问题 要求学校确保学生能在课间进行必要的休息和活动 三 广播电视新政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布将实现全国开机集看直播和收费包压减50%的目标 四 儿童伤害案 湖南一名十岁男孩被犬类攻击导致重伤 目前仍在ICU治疗 五 校园悲剧 合肥鼠山区一学生在校内突发不是去世 家属和当地教育部门已对事件展开调查 六 暴力事件 一名浙江女律师在庭审结束后遭遇暴力袭击 一 当地律师协会已经介入 并启动了维权机制 七 村庄和解 广东揭阳四个历史上结院的村庄解除了长期不通婚的陈规 促进了当地社会和谐 八 航空纠纷 桂林航空因股东争议导致航班停运 目前官方正着力处理相关事务 九 企业调整 电动车制造商未来将减少10%的岗位 同时宣布将削减表现不佳的项目 另有消息称 车企年底将有价格战 比亚迪和领跑等品牌宣布优惠 国际新闻 一 制裁新动作 美国宣布对包括三家中国企业在内的130个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 中方表示将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权益 二 经济刺激 日本政府通过超17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 同时韩国政府考虑扩大首尔面积 以应对城市发展需求 三 金融诈骗案 美国金融界发生重大诈骗案 FTX的创始人被判定七项罪名 面临长达110年的监禁 四 国际支持 联合国大会以亚岛性多数票决议 敦促美国结束对古巴的封锁 仅有美国和以色列反对 五 地区冲突 巴以冲突加剧 死亡人数上升 以色列军队包围加沙地带 并炸毁多家新闻机构办公室 同时 缅北冲突导致数千人流离失所 地方武装控制多个关键点 六 缅甸冲突更新 据地方武装力量声称 他们已经占领了缅北地区92个军事据点 和4个城镇 并切断了重要的贸易路线 此次冲突已导致超过6200人无家可归 当地物价飞涨 大米等基本商品价格翻倍 接下来是今天的深度解读 一 凤凰网科技讯 北京时间11月3日 苹果公司Nestatapo今天发布了 截至9月30日的2023财年第四季度 及全年财报 财报显示 苹果第四财季总净销售额为894.98亿美元 较上年同期901.46亿美元下降1% 净利润为229.56亿美元 较上年同期的207.2亿美元增长11% 苹果第四财季营收和美股收益 超出分析师一致预期 但该财季营收遭遇了连续第四个下滑季度 创造了自2001年以来的最长下滑记录 与此同时 苹果大中华区收入同比下滑2.5% iPhone是所有硬件产品中 唯一实现收入增长的类别 截至发稿 苹果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下跌于3% 股价表现 苹果市值大跌近8000亿元 苹果周四在纳斯达克交易所 开盘报175.52美元 截至周四收盘 苹果股价上涨3.60美元 爆收于177.57美元 涨幅为2.07%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 周四17.33分分 北京时间周五5.33分分 苹果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下跌6.82美元 至170.75美元 跌幅为3.84% 市值下跌1066亿美元 约合7799亿元人民币 过去52周 苹果股价最高为198.23美元 最低为124.17美元 第四财技业绩要点 总净销售额为894.98亿美元 较上年同期901.46亿美元 下降1% 产品净销售额为671.84亿美元 较上年同期的709.58亿美元 下降5% 服务净销售额为223.14亿美元 较上年同期的191.88亿美元 增长16% 毛利润为404.27亿美元 较上年同期的380.95亿美元 增长6% 毛利率为45.2% 总营业费用为134.58亿美元 较上年同期的132.01亿美元 增长2% 研发费用为73.07亿美元 较上年同期的67.61亿美元 增长8% 销售 一般以及行政支出为61.51亿美元 较上年同期的64.40亿美元 下降5% 营业利润为269.69亿美元 较上年同期的248.94亿美元 增长8% 净利润为229.56亿美元 较上年同期的207.2亿美元 增长11% 美股 摊薄收益为1.46美元 较上年同期的1.29美元 增长13% 截至2023年9月30日 苹果手头持有的现金为1621亿美元 低于上财季末的1665亿美元 按产品划分 iPhone业务第四财季净销售额为438.05亿美元 较上年同期的426.26亿美元 增长3% iPhone占苹果收入的半壁江山 Mac业务第四财季净销售额为76.14亿美元 较上年同期的115.08亿美元 下降34% iPhone业务第四财季净销售额为64.43亿美元 较上年同期的71.74亿美元 下降10% 可穿戴家居以及配件业务第四财季净销售额为93.22亿美元 较上年同期的96.50亿美元 下降3% 服务业务第四财季净销售额为223.14亿美元 较上年同期的191.88亿美元 增长16% 按地区划分 大中华区第四财季净销售额为150.84亿美元 较上年同期的154.70亿美元 下降2.5% 每周第四财季净销售额为401.15亿美元 较上年同期的398.08亿美元 增长1% 欧洲第四财季净销售额为224.63亿美元 较上年同期的227.95亿美元 下降1% 日本第四财季净销售额为55.05亿美元 较上年同期的57.00亿美元 下降3% 亚太其他地区第四财季净销售额为63.31亿美元 较上年同期的63.73亿美元 下降1% 2023财季净销售额为3832.85亿美元 较上年的3943.28亿美元 下降3% 净利润为969.95亿美元 较上年同期的998.03亿美元 下降3% 资本回报计划 苹果董事会宣布 将向截至2023年11月13日 股市收盘登记再测的普通股股东 派发每股普通股0.24美元的现金股息 支付日期为2023年11月16日 高管点评 苹果CEO 产品碳中和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苹果CFO 并同时继续投资我们的长期增长计划 苹果CEO 蒂姆库克 在随后的电话会议上 对本季度的业务表现进行了点评 谈到了最新发布的iPhone 15系列手机 中国市场 生成是人工智能AI的了 中国市场 第四财季 苹果大中华区收入为150.84亿美元 较上年同期的154.70亿美元 下降2.5% 库克对此表示 如果考虑到汇率因素 苹果大中华区收入将实现同比增长 主要受到iPhone和服务收入的推动 在中国大陆 我们第四财季iPhone收入创下记录 在中国城市最畅销的前五款手机中 我们占了四席 库克表示 iPhone 15 对于苹果最新发布的iPhone 15 库克表示 它的表现要好于上年同期的iPhone 14 如果你看一下iPhone 15 在这段时间里的表现 并将它与上年同期的iPhone 14进行比较 你会发现iPhone 15的表现 要好于iPhone 14 库克称 他还透露 由于需求高企 iPhone 15 Pro和Pro Max的供应受到了限制 苹果正在努力生产更多iPhone 15 Pro和Pro Max 我们坚信 本季度晚些时候 我们将达到供需平衡 库克表示 人工智能 在电话会议上 库克被问及苹果怎样 才能在生成式AI业务上实现商业化 库克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但他表示苹果在AI方面投入了相当多的资金 将会在生成式AI方面取得产品进步 库克称 苹果计划在深入研究生成式AI技术时 采取负责任的态度 他暗示 相关功能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推出 目前有传言称 苹果正计划在2024年 推出一些重大AI更新 其中一些可能会使用生成式AI技术 二 预见房地产行业Preconstruction Real Estate Industry 所谓的楼花 七房继续面临着令人不安的阻力 其中一部分原因 就是很多买家无法完成购房交易 宁可放弃大额首付定金 有的数额高达32美元万加元 行业专家表示 这是一个新的现象 特别是大多伦多市郊区的低层住宅 Lorex Homes 只独立屋 连排别墅 双排屋等 他们在疫情期间快速上涨 随后又大幅下跌 然而随着交割日期临近 由于房屋评估价低于购买合同中约定的价格 购房者需要额外支付现金来弥补差额 否则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抵押贷款来支付房屋的全部价格 Appraisals for Shelf 亦或者因为其他原因 购房者没有达到获得贷款的资格 最终导致无法完成交易 根据多伦多地区房地产委员会TREB的最新数据 整个大多伦多地区的房屋销量突然下降 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周四上午发布的新数据显示 10月份的单元销量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6% 平均房价从5月份的119万5469美元加元 10月份降至了112万5928美元加元 不过和去年相比仍上涨了3.5% TREB的数据还显示 加拿大最大城市的基准房价Benchmark Price 在10月份下降至113美元万加元 较9月份下降了1.7% 这是连续第三个月的下降 也是15个月来下降最快的一次 无法完成交易的买家 有的直接放弃购买 而另一些则试图转让楼花 将购房协议的权利和义务转给别的买家 而ARE Real Estate Inc. 房地产公司经济研究总监Daniel Falk表示 这是不寻常的行为 但考虑到当前的房地产环境 这是可以预见的 人们放弃如此大笔存款的情况 仍然很少见 但它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这仅仅是个开始 Falk表示2021年末或2022年初 低层住宅房价飞涨 当时利率也很低 而那时候的楼花买家 现在不得不在利率极具变化的情况下 完成交割 房价下降 人们不得不以9%的利率来获得抵押贷款 Falk说独立式或半独立式的住宅建造 需要6个月到1年的时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放弃首付 Falk还补充说 对于在2021年或2022年购买公寓的人来说 他们可能只会在2025年或2026年才交房 这就是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人放弃公寓首付的原因 房地产律师事务所Legal Cause 靠的律师马克莫里斯Mark Morris 表示 一般首付是最终购买价格的20% 通常在项目破土动工之前支付给开发商 如果买家在房屋竣工后没有支付剩余价格完成交易 开发商可以扣押首付押金并提起诉讼要求赔偿任何损失 而如果开发商以明显低于原买家的购买价格转售房产的话 开发商可以回来找原买家补差价 专家们注意到 一些买家已经放弃了数十万家元的首付 在脸书的转手群组中 部分首付高达32美元万家元 莫里斯称 多伦多和巴里巴瑞之间的城市 例如King City和东桂林East William Berry独立屋的价格跌幅最大 根据TREB的数据 在2022年2月价格高峰期 听City的平均房价为320美元万家元 并在2023年9月降至200美元万家元 降幅40% 莫里斯还表示 这种情况在距多伦多 一到二个小时车程的城市中发生的最多 人们曾经愿意支付100美元多万 但现在的估值只有60美元加元了 他们宁愿面对开发商的愤怒 也不愿意完成交易 Royal Lepage REC Canada的管理合伙人 Semian Papelius表示 由于房价在短时间内大幅上涨 主要400系列高速周围的城市都在苦苦挣扎 他认为这种上涨是不可持续的 Papelius指出 大约有5%到10%的人 正在放弃低层住宅的首付款 这种情况非常不常见 且数量很多 他还补充说 大约2%的人正在放弃公寓楼花的首付押金 即便如此 Papelius仍认为 放弃首付定金的人 实际上只是市场边缘的一角 比例仍较低 但Fuck预测 低层楼花出现这种行为 预示着未来会出现更大的问题 方说 这件事仍在发展中 在接下来几年里 情况将变得非常普遍 特别是疫情期间购买的公寓楼花 也将在未来交付 这对于贷款方 Lenders和开发商都将构成风险 祝各位观众有个愉快的一天 明天见